Sawaddy Cup,又來了一集阿蘇時間 皮革成為泰國媒體的新統儀 有皮革的地方就有媒體報道 而皮革更疲於不明 因為他為了籌取聯合政府東跑西跑 希望可以湊夠376席的支持票 最後,原來皮革真的非常貼地 是會闖魔湯仔的 阿蘇亦分享一下在泰國闖魔湯仔的感受 所以在聽阿蘇分享之前 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皮革前進黨已經坐擁了下議院最大大黨 能夠問頂總理之位 所以皮革這幾天都很努力去找其他政黨 一起籌取聯合政府 現在他的票數大概是310多票 距離376票大概是60多票 在這個情況下 因為始終要有上議院和下議院之分 下議院500席雖然有300多票支持他 但也要尋求其他票數 不然就達不到376票 皮革最近都疲於分明 去找其他不同的政黨一起籌組聯合政府 阿蘇之前說過 阿蘇廷是坐擁70席的 太子奧黨也發出聲明 因為有些政黨提出修改112的刑法 112刑法是什麼呢? 就是希君之序 因為泰國有泰王、有王族 大家可能對於泰王、王族 出於霧滅性的言論 或者誒毀他們的話 是會負上這個法律責任 在泰國 太子奧黨說得很清楚 因為前進黨是有意思去提出修改112刑法 即是將刑期減少些 希望不要太嚴重 而刑法112刑法是判署15年以下 3年以上 所以刑法是重 就不知道是否叫重 你說輕又不算輕 對於泰國人來說 其實也挺有威懾力 前進黨提出修改 我相信應該是有些人民意願 所以阿蘇也不太大的表述 另外上議院250席裡面 有幾名都說有意願去進行人民的選擇 有機會會支持下議院前進黨 下議院前進黨真的是票數最多 也代表了很多大多數的人民意願 現在前進黨是聯同了8個政黨 一起籌集聯合政府 分別於5月22日 8個政黨都正式簽署MOU 即是諒解備忘率 大家一致贊成推舉皮特成為總理 而大家也會有分工的動作 有泰國傳媒報道 前進黨和偉泰黨 兩個政黨都會瓜分政府的部分部門 比如前進黨會管理國防部 財政部、內政部、教育部、勞工部、社會發展與人民安全部和外交部 而衛泰黨管理能源部、工業部、交通部、商業部和農業部等等 5月22日也是一個特別日子 2014年5月22日 巴玉帶領軍隊做行軍事政變 現在5月22日就是前進黨和其他政黨聯合做一個備忘錄 所以這個日子是非常特別的 另外皮特大家都知道已經成為後任總理之一 大家清楚皮特的個人生活和個人成長是怎樣的 所以阿蘇想一一分享給大家聽 皮特今年42歲 可以看到他的出生是一個政商世家 皮特出生於1980年9月5日 出生於一個富裕家庭 爸爸是農業部的顧問 經營米康遊企業 皮特11歲時因為太頑皮 被爸爸送到紐西蘭讀書 寄宿一個中產家庭 有空時採集水果、草莓、牛奶、報紙 他受訪時說那裡很遠 表示只有三個電視台 要麼看肥造劇 要麼看國會辯論 不過由此對政治產生興趣 紐西蘭高中畢業後 皮特回到泰國 就讀法政大學 主理金融 2002年正義一級榮譽畢業 後來獲得卡佛大學國際獎學金 成為泰國第一人 2011年分別取得哈佛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以及麻省理工學院工商管理碩士 從政之前 皮特接觸商界 25歲碩士一年級時 因為爸爸去世 不得不回泰國 接手爸爸公司的工作 而爸爸公司那時經營得非常困難 甚至乎欠上億元的債務 但皮特就憑著他自己的努力 將公司重新打造 重新改革 升格上10億泰銖的公司 現在該公司成為了泰國第三 世界第五的米康油生產企業 皮特為了踏上這個政治之路 在2017年時 就已經辭去公司的CEO職位 並由弟弟處理高職位的業務 皮特的朋友帕碰 邀請皮特加入這個未來前進黨 為泰國出心出力 不過在2020年2月的時候 泰國憲法院宣佈要解散這個未來前進黨 並將黨內的幾位成員 剝奪10年政治權利 同年3月8日 皮特從54位成員 重新創立一個政黨 叫做現時的前進黨 2009年 皮特與泰國女生坐題馬 在朋友介紹之下 兩人交往 三年後結婚 不過2018年就離婚了 兩人婚後生了一位小朋友 但到目前為止 皮特仍然是單身的 剛才聽阿蘇分享的時候 都清楚原來皮特是旋風送水的 都叫做有波折 有高低起伏 雖然他家裡的家境都比較富庶 但皮特仍然挺貼地 因為最近新聞看到皮特是坐鐵騎摩托車 去開會的現場 亦被傳媒拍到他 下車和司機交流的畫面 有人問皮特為何會坐摩托車 因為摩托車比較快 而且不會塞車 所以他會選擇坐摩托車去開會的現場 亦可以看到皮特是非常貼地 而阿蘇也知道摩托車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阿蘇也有坐摩托車去的地方 亦有拍攝在摩托車的畫面 大家可以聽阿蘇分享 正所謂曼谷最方便的工具 一定是騎摩托車的摩托車 即是所謂的電單車 為甚麼呢? 電單車真的很方便 方便到定量是甚麼呢? 僅有一輛在你附近 而且價錢方面大家要知道 為甚麼呢? 因為有摩托車的摩托車 是完全不會依應現場收費 因為實際上他們的賺頭 收費是比較多的 但正常他們是不跟 如果對外國人的話 可能你本地人便會好些 便會跟回 如果外國人不跟 便會讓他們攬收費 攬收費的情況下 怎麽算呢? 即是自由多福 所以我都奉勸大家 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來到泰國 便盡量坐少一些摩托車 原因是甚麼呢? 都比較不安全 但我又不一樣 我其實真的很喜歡坐摩托車 原因是甚麼呢? 真的很快 在泰國來說 你不坐摩托車 應該這樣說 在曼谷來說 如果你不坐摩托車 基本上會很容易 坐摩托車 坐摩托車 各樣東西 所以摩托車等於我們 駁腳 一個點 駁一個點 但距離不要太長 可能是三四百米內 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太長的話 就真的不行了 現在我找摩托車坐下 現在是馬上坐摩托車 是很快的 但有點危險 可能有點害怕 因為你都沒有試過 又有駕又怕 你看 所以你坐摩托車 真的要考慮 你和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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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膽量不好 你便會很危險 為甚麼呢 因為摩托車 始終會在車 不停地在車與車之間 涉來涉來涉來涉去 你看看 我準備又涉去 還有 有時候 戴過摩托車 其實他們的技巧 真的不錯 香港的學校 今天都不太失車 所以摩托車司機 都很快 我看到他都駕到六十多 都覺得很快 可能開車 但你坐這電單車有一個